对于友真来讲穿越后虽然他是不记得祝贺的 但是祝贺的某些亲密举动都会让他产生特别的心电感应 为了再次确认这种感觉 友真将祝贺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而祝贺也不自觉的将五指合拢 呵护着眼前这个曾经的老婆 却没想到被现任老婆刚好撞见 看到老婆一胡的表情 祝贺灵机一动谎称替友真拿掉粘在头发上的东西 缓过神来的友真也礼貌性的打了招呼 之后慌慌张张的离开了 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强的 回到家的女神警告祝贺 不要跟女同事走得太近 以免被别人说闲话 而友真这边也看到祝贺的好哥们忠厚善良一面 决定给他一次交往的机会 两人就这样确定了恋爱关系 兄弟为了庆祝忠厚告别单身 提议六个人来一次两天一夜的度假旅行 这里提议下祝贺的另一个兄弟 在穿越后成为了他的妹夫 而他的妹妹也早就和友真见了面 两人一见如故 并成为了好朋友 曾经的老婆被好兄弟抢走 祝贺内心也是十分难受的 但也不好推脱 还是带着老婆参加了这次的集体活动 可就在当天晚上 友真因为水土不服半夜发起了高烧 看着眼前昏迷不醒的友真 祝贺一大清早就挨家挨户敲门 唯友真买感冒药 可等他回来时 忠厚已将友真带去了附近的医院 忠厚的这个举动 无疑让两人的感情在此升温 友真高烧退去后 二人就返回了度假屋 看着熟睡中的友真 忠厚贴心的为他解下安全弹 从他的角度看去 应该是误会了友真和忠厚 就是这个痛心的一幕 让他直面了自己的内心 他还是放不下友真 他无法忍受友真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于是他拿出了银行的所有硬币 想要找到那个可以穿越回过去的硬币 皇天不负有心人 居然真的让他找到了 可是他来到穿越的地点来来回回多次 就是找不到那个收费债 这也说明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的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会有重新来过的机会的 找不到收费债的祝贺来到了地铁站 也真的让他找到了那个给他硬币的流浪汉 他跪在地上哀求他告知回到过去的帮法 可那流浪汉却说 此刻的他才明白 上天这是借助这次穿越让他认清自己 也是借助这次穿越来救赎自己和友真 如果再次回到过去 他和友真都会再次遍体鳞伤 于是他扔掉了手中的那枚可以穿越的硬币 放下了对友真的执着 打算成全兄弟 他也回归了现在的家庭 继续与女神过起了富畅富随的生活 可这种和谐的生活 却被友真妈妈的一通电话打破了 原来友真的妈妈失踪了 而祝贺刚好撞见失魂落魄的友真 他不可能留下友真孤身一人去找妈妈 但又怕老婆误会 就打电话谎称同事的妈妈过世了 要去吊咽 晚上不能回家了 之后就陪着友真来到了警察局 一等就是一夜 好在最终结果还是好的 终于等到了妈妈 回去的妈妈见到祝贺没有吃饭就离开 所以就打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 女神第一时间查看了祝贺的行车记录仪 果然发现她在欺骗自己 于是叫起一夜未睡的祝贺 生气地揭穿了她的谎言 自知无法狡辩 她只好将有真妈妈失踪的事情 如实地讲了出来 但是这让老婆更生气 指责到她是一个有家世的人 大半夜不回家欺瞒自己的老婆 居然去帮一个女同事 很难让人不产生怀疑 就这样二人再次产生隔阂 也是从此矛盾不断升级 祝贺妈妈因为生病住院需要手术 可老婆没待几分钟 就说要和妈妈去做保养 扔下一些钱后就要带着祝贺离开 而祝贺想要妈妈做完手术后 让她回家休养几天 也被老婆极力反对 两人再次大吵了一下 大小姐脾气的女神直接下车了 本以为祝贺会追上她 可她没想到 祝贺已经不是那个对她百依百顺的男人了 直接将她扔在路边 之后再次返回医院 晚上索性不回家 告诉老婆要在医院陪妈妈 女神怎么能受得了这个气 当初看上她的就是因为她听话 现在居然敢忤逆自己 看来二人离婚是迟早的事了 好 感谢观看